声带有白斑是喉癌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实力孔俊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声带白斑呢 目前我们从病理学上来看呢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声带脚化 就是长期的发音不当 导致声带上上皮粘膜的一个增生 脚质的形成 它也会表现声带上有一层白斑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声带双侧都有对称性的白斑 或者局部的白斑 那么这种白斑我们取病理一看 它是一个轻度 中度 甚至重度不典型增生 那么这是一种癌前病变 所以说它依然不能诊断为癌 但是假如你不管不问的话 将来它有可能往癌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癌前病变 猴癌它是早期是轻轻的声音四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越癌越严重 我们就要持续加重 现进性这种表现 这种声音四雅 我们要高度怀疑声带长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要到医院去看 让我们在医院去看